今天和大家聊聊,如果咱们长时间没检查封群了 怎么判断这小蜜蜂是否缺饲料,就是缺蜜糖 什么情况下要喂蜜蜂,什么情况下不用喂 咱们都知道,蜜蜂采回花蜜以后 是先把花蜜储存到中间这几张皮里面 然后再储存到边皮,这个边皮 在外界没有蜜圆的时候,它消耗蜜糖 也是先吃里面的,保留边皮的饲料 所以说我们在检查蜜蜂的时候 就把这个边皮拎起来看看就可以 有很多养蜂的呢,发现这个蜂皮上啊 这个四个甲子,就是这个四个甲子 上面有蜂盖蜜,他就以为它的蜜蜂非常省饲料 不用喂了,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啊 黑色蜂种就是纯蜜型的蜜蜂 它有保存这个蜂皮上面这个边甲蜜的习惯 它为了保存这个边甲蜜 蜂箱中唯一仅生存的一点蜜糖 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四味蜂王了 蜂王产卵呢,直线下降,甚至不产卵 这就是蜜蜂蜂,黑色蜜蜂的喜性 骨育幼虫,结绿图 咱们在饲养蜜蜂的时候 一定要让蜂箱中有充足的蜜糖 只有蜂箱中有充足的蜜糖 蜜蜂死味蜂王的时候,积极性才会提高 蜂王产卵力才能旺盛 拿我刚才提起这张蜜蜂来讲吧 最好是让这张蜜蜂装满蜜 最起码也得让蜜蜂储存 最少半张这张蜜蜂的蜜蜂吧 不是喂多少,它就吃多少 它是储存的 它一天消耗的死料有限的 现在咱们北方地区啊 马上就要进入秋帆了 有时间呢,我会和大家聊聊 秋季翻蜂,怎样翻蜂 速度才能起群才能快 要注意哪些事项 哪天呢,我制满的时候啊 我拍几个段子 现场直播啊 非常简单 下午四点啊 今天我们这要是不下雨的话 咱们直播间不见不散